因为一部《上海堡垒》 我们记住了腾花涛这位导演 忘记了他的说面酒 蜗菊 忘记了他的裸昆时代 失恋三十三天 一夜之间 腾花涛曾经的成就随之飘散 民众心里他与烂片导演划伤了等号 如今素有蜗菊姊妹片的新剧正在播出 而且反响上很不错 借此机会聊一聊这位富有争议的导演 腾花涛 腾花涛出生于导演世家 父亲和母亲都是导演出身 父亲腾文继对于很多人来讲了解并不多 现在还很有影响力 比如《血色浪漫》曾经也是极为出色的导演 在如此的环境寻测下 腾花涛自然而然的走上了电影的道路 究竟是导演发现了侧重 1995年 腾花涛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后 首次制造电视剧《新年轻时代》 标志的腾花涛以第六代导演的身份进入了娱乐圈 出出茂庐 说法智能 而且没有太多经验 这时候就需要父亲的帮助和提醒了 1997年 制造的《微星时刻》 是由他父亲担任制品人给腾花涛整个电视剧构造了一个独特的自身风格 也算是给腾花涛的方向上做了很好多绘画 跨入新世纪 腾花涛迎来了电影处女作《100个》 遗憾 反显平平 一直到2007年才正式贡献出王家作品 指导的《双面教》开播轰动一时 《双面教》是一部引发社会讨论的电视剧 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 更是两个家庭 两种文化的结合 处理好间的关系是一门学问 婆媳冲突南门查以及各种社会现实问题集中在一个屋檐下 张力十足 戏剧性冲突极强 观众社会问题也成为日后腾花涛的博尔法宝 毕业12年后的腾花涛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代表作 两年之后 蜗居开播 比起《双面教》更加支持社会矛盾 甚至传出该局一度被禁播的消息 腾花涛不再局限一家一户 而是更复杂的社会关系 再加之小三 高官 防奴 腐败等等 众多让人出演升级的桥段 令观众深有体会 并引来专家学者的解读 成为海外解读中国社会的新养本 此剧的热播也算饶有趣味 不难发现 日后腾花涛很多选址都是在上海 这段科幻品也是同样 正逢腾花涛的高产之年也是巅峰之年 再次时隔两年 鲁昆只在开播 腾花涛又一次把握好了时代的脉搏 鲁昆这个时髦的词语 现在看来很天方夜谭 但当年确实是很多人的另类选择 主题聚焦在已经成长到 中生代的八零后回音问题上 引起社会的一种讨论 而且也成就了文章好男人的形象 和日后和妖敌出轨门的风波 对于文章而言 这部军是巅峰和低谷的轮转 也是这一年 腾花涛又一次玩起了电影 十年三十三天上映 是中国内地首部 为光沃尔节定制的 治愈其爱情电影 上映四天票房突破意愿大关 首周票房更是1.89亿 夺得当周票房冠军 成为年度票房市场的最大黑马 也是2011年 中小成本最卖作的国产电影 电影的火爆 直接把八零和推成 当红一线小牛电影人选 当然本片的成功不仅仅是电影 也有腾花涛团队运营的策略 打着光沃绝的喜好拉动票房 这样的运营策略 在之后电影也屡见不鲜 迟到最后的返车 十年三十三天 无疑是成功的 该片获得第31届 大众电影百花奖优秀故事片 而且在2018年 被评为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国十大优秀爱情电影 这应该是腾花涛最为高光和骄傲的时刻 一小伯大获得殊荣 宾客满座 风光无限 之后的每一年 都有作品产出 但没有往日的辉煌 腾花涛迎来了陈静奇 值得一说的是 他早年在98年指导的 《找不到北》 据传与高原院相连一阵 而且据说当时腾花涛玩的比较大 有了正牌女友 还不忘记再携较一个 高原院成了小三 要现在来看 真是眼界太窄了 要不现在的夺妻之恨 不就是腾花涛了吗 修正许久的腾花涛终于要爆发了 一个喜欢拍社会体代电视剧的导演 一个热衷拍摄小群小爱电影的导演 又开始接触科幻电影了 这个决定听上去就很科幻 开始我们说过 他母亲温露明也是导演 被誉为国产科幻导演的鼻祖 他1988年执导的科幻电影 《皮丽贝贝》 算得上是8090后不合磨灭的记忆了 腾花涛骨子里就有科幻的想法 而且早前是抑制之助于小城门 不会有大的风浪和成就的 他急需一个作品来转型 就这样上海堡垒提上了日程 也许腾花涛对自己太过自信了 也许他的团队再次运营 要对标流浪地球 就这份勇气不得不给他点个赞 可惜下场大家都了解了 很多人看过调侃 流浪地球为中国科幻开了一扇门 上海堡垒直接给关上了 还从外面焊死了 网上一直流传着腾花涛和陆寒的甩锅行为 但在参加向往的生活里 他直言陆寒就是他心中的人一句 之后他也说他错用了陆寒 是错在不适合的领域 只考虑了他适合男主的层面 迷路圈马真正扎假 谁能说得清呢 但最终上海堡垒 没能让腾花涛迎来转型 而是迎来了毁灭 从此在大众眼里 他就是烂片段的标签 就连之后他知道了 但愿再一起是通行 还被骂内容不够真实等等 这一次腾花涛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 再次知道社会性替代的电视剧新居 按照目前的发展来看 还是没有达到曾经蜗居的宏洞 腾花涛是一个黑尾死人 知道的电视剧都是在上海 而且集数都不多 凑近社会底层 根据社会热点 成为他走向巅峰的法宝 电影方面总而易小博大 运营操作很有想法 就连上海堡垒也是同样 最终翻了车 很难说他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尝试 也很难说他未来会不会成功 毕竟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很长的题材可以拍 很多的剧本可以找 一位出色的电视剧导演 清明契合的导演风格 但并不是一位出色的电影导演 真心希望他好好拍电视剧吧